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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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 独蛇使用毒液杀死猎物 而蟒蛇则是依靠体型取胜 值得注意的是 蟒蛇锁定猎物的方式通常不是眼睛 因为蛇的视觉能力很差 一方面是因为它们的眼睛 在头部的两侧视野中叠极其有限 另一方面是蛇的瞳孔狭窄 光线进入少 再加上眼球后方没有厚凹 所以视觉并不敏锐 为了准确地找到猎物 不同的蛇有不同的方法 有的蛇会收集空气中的气味颗粒 比如眼镜蛇 有的蛇用头部双眼与鼻孔之间的夹窝 探测外界的热力 蟒蛇就拥有这种器官 蟒蛇与蟒蛇锁定猎物的方式差不多 都通过器官来探测外界的热量 只不过蟒蛇没有夹窝 它的唇边缘有一些凹窝 里面布满了感热细胞 与腹蛇的夹窝功能差不多 当蟒蛇通过热感应发现猎物后 热成像会准确地告诉蟒蛇 猎物的体型是不适合自己吞咽 然后它们会悄悄地接近猎物 趁猎物不注意时一口咬住猎物的身体 蟒蛇虽然没有毒线 但是它们有着一口尖利的牙齿 这些牙齿还像内倾斜就像倒钩一样 一旦被这种牙齿咬住 没有外力的帮助下几乎不可能挣脱 蟒蛇咬住猎物后 会利用自己灵活的身体 慢慢地将猎物缠绕起来 之后收紧身体进行绞杀 蟒蛇绞杀猎物的方式 不仅仅是为了杀死猎物 还会以此来压断动物的骨头 这样在吞咽时 猎物的体积会小很多更方便进食 不少人对蟒蛇的习性有误解 认为蟒蛇只吃大型猎物 其实不然 有科学家统计过网文蟒和绿水人 这两种大型蟒蛇 数据显示它们其实更喜欢 小巧些的食物 比如鸟和动物的幼崽 一个成年女性体重在45公斤以上 成年男性体型更大 如果蟒蛇一定要吃成年人 那么它在进食过程中 要面临很大的风险 比如网文蟒的吃人案例中 曾经就有因为吞食的时间太长 导致蟒蛇被人发现的事情 由此可见蟒蛇并非无敌 吞咽猎物正是它们最脆弱的时候 因为猎物越大 就意味着蟒蛇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 而且蟒蛇吞下这么大的猎物后 一旦遇到危险 它的行动会变得缓慢 很容易遭受攻击 一些蟒蛇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会将自己肚子里的食物吐出来 食物越大吐的也越慢 它逃生的机会就越小 所以无论出于怎样的原因 蟒蛇基本不会主动招惹人 蟒蛇吞人的实验 在科学界无法还原 因为学者们没办法真的找个人 来给蟒蛇吃一吃 不过世界上总有充满现身精神的勇者 保罗 罗索就是这样的人 他就决定亲自体验 被蟒蛇绞杀和吞下的过程 保罗的实验目标 是一条极限尺寸的绿水人 为了以防万一 保罗穿上了特制的盔甲 一套碳纤维防护服 这套盔甲可以保证蟒蛇缠绕它的时候 保护身体内的器官不被碾碎 实验开始保罗故意激怒这条绿水人 然后让他来缠绕自己 很快愤怒的绿水人就把保罗 从头到脚裹了起来 缠绕的前五秒 保罗还能和医生助手说话 第六秒的时候 周围的人听见了盔甲变形的声音 第七秒保罗感受到了压底 只说明铠甲已经被绿水人 压得贴上了身体 从第八秒开始盔甲的作用消失了 保罗感受到了压迫感身体疼痛 十秒之后保罗已经说不出话 无法正常呼吸 一旁的心律仪显示 保罗的心跳速度直线上升 当心跳飙升到180的时候 医生建议马上停止实验 否则将会有生命危险 实验被立马终止 被救下来的保罗脸色苍白 呼吸急促 死至根本无法正常活动 等恢复了之后 保罗才开始讲述 被芒蛇缠绕的感觉 保罗表示 刚开始他感觉有一股力量 在不断地进行挤压 当身体收缩到极限后 保罗能明显感受到自己的肋骨 开始碎裂 之后他出现了呼吸困难的迹象 头也开始发胀 眼睛几乎要爆出来 保罗坦言如果没有这套盔甲 他可能在第十秒的时候就不行了 仅仅是绞杀就差点要了保罗的小命 后面的吞噬实验自然也被终止 保罗将实验过程交给电视台 这个实验也解决了人们 一直以来的疑问 那就是如果人手里有武器 是否能反杀蟒蛇 很多人认为蟒蛇的行动是患 如果人类再也外不幸遇上了 手里有武器是可以反杀蟒蛇的 这个说法也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 事实真的如此吗 根据保罗的实验 这条绿水燃的体重在200公斤以上 超过了保罗本身 他虽然行动迟缓 但是在缠绕的那一瞬间 具有极强的爆发力 绿水燃的缠绕是将整个人固定住 就算携带着武器 也腾不出空间反击 保罗穿着保护服才能坚持这么久 一般的人没有保护 以肉身驱和蟒蛇的缠绕博弈 基本只能支撑8秒 保罗亲自体验了绞杀之后 又使用弹道假人进行缠绕模拟 实验数据显示 在不穿戴任何防护的情况下 人的肋骨在森染灯 巨型蛇类的缠绕下不堪一击 至于装死也没有效果 因为蟒蛇可以感受到 猎物是不是真的死了 你以为自己的装死技术天衣无缝 其实在蛇面前根本就不起作用 装死骗过的只能是视觉动物 骗不过蛇这种依靠化学信息的猎势者 因此像成年网文芒与绿水人 这样体型的蟒蛇缠绕上人之后 很难有生还的可能性 不过大家也不用太过于害怕 因为一般人碰见蟒蛇的概率非常小 即使碰上了 最先溜走的也很有可能是蛇 蟒蛇的性格 其实不像它的外表看起来那么凶猛 一般来说蟒蛇不喜欢与其他动物产生冲突 人的体型在蟒蛇看来是很巨大的 因此它会主动避免与人类碰面 比起眼镜蛇菜花蛇这类脾气暴躁 分不范围还大的蛇类 蟒蛇算是蛇类里面 比较乖的家族了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你还想了解哪些世界上有趣的动物呢 视频下方留言告诉阿祖吧 当然也别忘了订阅阿祖的频道 这样每天都可以和阿祖一起 感叹大自然的奇妙之处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